这是申州市一个普通的农村 窦王庄村 清乾隆年间 这里出了一个武术大师 自此中华武林多了一棵参天大树 这位武术大师叫李老能 李老能 名能 自能然 好飞语 人颂尊号老能先生 他酷爱武术 三十七岁时 到山西拜师 后在太古申州等地传译 万年回归故里 创编了行义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圆取诸物 近取诸身 显形与外者为形 隐藏与内者为意 内外相各 形与意配 在中华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中华武术的百花园中 形义权有鲜明的特色 从外形看 其招式朴实 简洁 紧凑 明快 非常适于寄击 形义权要求 起钻 落翻 起如钢措 落如钩杆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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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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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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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提出强国强种尚武精神 1912年李存毅创办了天津中华武师会 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传授行义权的武术学校 1918年李存毅带领武师会学员韩木霞到北京 打败了享有世界第一大历史美名的俄国历史康泰尔 今经各大报纸对这件事都做了报道 在这期间刘其兰之子刘文华先后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 北京清华学堂教授行义权 李老能之孙李文喜和李喜顺也分别在老家和山系交权 郭云生的再传弟子孙禄堂更是成为一代武林大师 被称为武圣 民国时有一本国术名人录 书中收录了全国108位武术名人 其中刑义权的弟子就有23位 改革开放后 刑义权焕发了青春 深州市成立了李老能刑义权研究会 深州市委市政府在1995年和1997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国际行义权交流大会 以后又多次举办研讨会和各种活动 并先后组团到加拿大阿塞拜疆等国进行武术交流 俄罗斯法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爱好者也多次到深州 寻根拜祖 扩大了刑义权在海内外的影响 2008年 刑义权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刑义权大师张玉林先生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 多年来 他精心研究 教徒授业 为刑义权的发展和传承 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传承好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权种 深州市成立了武术学校 组织编写了深州刑义权一书 在市职教中心和旧州中学建立了教学基地和培育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 还决定在李老能的家乡建设墓地 并计划建设刑义权文化园和碑林 是刑义权这棵武林大树 枝繁叶茂 长青不老